类风湿性关节炎案例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令人害怕的病 因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 所以有人说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 服药控制16年的漫漫长路 以为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恶化 但是关节严重变形 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手脚关节肿痛 两膝肿胀 举步为肩坐轮椅 两手变形 关节肿胀疼痛僵硬 手指严重弯曲变形 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 只要遇到季节交替 天气冷热变化大 四肢关节痛到受不了 症状加剧痛到无法走路 这些年的折磨 从痛不欲生到今日的重生 这期间的痛苦反复 各种心酸痛处的滋味 外人难以体会 我是2015年7月 幸运地认识了原始点 我知道自己的病 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类型 我从尝试 深信 照着做 停药 到将近四年后的今天 已经20年了 接触原始点的第一个月 当我明白原始点的从因改善 我就停掉所有的药物 先生及家人都担心 叫我慢慢解 但我从体力的改善中 体会出原始点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体伤和热能不足 我开始一样一样地认真执行 从一开始奇迹式的好转 令人雀跃不已 到半年后又反复恶化 时好时坏 期间有如洗三温暖 几个小时前 可以活动自如 爬楼 走路 运动 几个小时后 竟然恶化到连走路都困难 起初难免失去信心 内心恐惧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志工开导鼓励 叫我不要担心 才不会耗掉 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继续调理 加强热源 运动 做足功课 我也更明白张医师所说的 要保持内心平静 不要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 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 即使反复变化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坚信 唯有从一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我每天坚持运动爬楼梯 晒太阳 能有今日的体力 太不可思议了 感恩张医师原始点 让我们这些重病患者 绝望的人 看到希望 也谢谢先生 这么多年的陪伴鼓励 度过难关 每天帮我按推 已是他的例行公事 我们现在推广点 当志工 帮助需要的人 活得更有意义 大家好 我叫陈切云 我万类风师 20年了 我的类风师 在医生口中里说的是急性 我一直在用西医带医治疗 那个急性的厉害 就把我的手 脚 手腕脚腕 所有有关的关节 膝盖 手肘 都变形了 一年的时间 就把那个全身的 膝盖的关节 手腕 等等 这个关节都变形了 2019年 3月份了 4月份了 一直到现在 还好 没有肿 可以走路 可以运动 可以去晒太阳 可以爬楼梯 这样我就再慢慢的 用原始点 才调理 感恩 志工们帮忙 按推 感谢张医兮 发明了原始点 谢谢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